我是鏡萍學校中學部的學生袁岩慧 我今年參加了第29屆全國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 你好,我是培政中學的高三網班曾學位 我亦參加了今年第29屆全國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 全國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是全國規模最大 而且是層次最高的創新科技比賽 最主要是訓練或測試學生對科技創新發明或實踐的能力 最主要是學生會做一份報告或發明品 之後就要自己實踐 做完後就有份報告拿去給評審做初選 復選時就直接有評審面對面的interview 我所參加的學目就是工程學校的學目 學目名就是簡易碎地機械人操作系統 獲取大會的一等獎 還有毛異星科技術獎 還有中名科學獎 其實我這個簡易水利機械人操作系統 最主要是針對海洋探測事業方面 因為現在有很多企業都對海洋探測技術有需求 例如能源業他們要做開探測或環保業或科學研究方面 他們也要做科學研究等等 或是手舊業 即是手舊業 即是馬航試驗 他們也要像飛機跌到海 或黑盒或收益者 這些都是需要水利機械人幫助的 但現在市面上所受的水利機械人都比較貴 而且它的衰弱性不大 所以我設計了這個系統是專門針對這些情況 而我參加的那個比賽的類別是醫學與健康類別 我的題目名是廟語連珠珠珠珠在斑馬魚有體上的心臟俗性 我以這個項目在這次比賽當中獲得了一頓獎 轉項獎有北京工藝學會科技創新獎 以及一個星光創新思維獎 也獲得了一個中國科協主席獎 中國科協主席獎 以我所知的是 在大賽當中選最優秀的三個項目 獲得這項獎項 所以我獲得這項獎項的時候 也挺意外的 因為以往的研究 以往的科學家 學者研究珠珠的時候 是沒有發現過珠珠有心臟毒性的 所以我這次研究 其實算是第一次發現珠珠有心臟毒性 而這個也引領著未來更多人去尋思 是否每一樣中藥 其實它的藥用 機制或者副作用 其實大家是不清晰的 所以國外才禁止很多中藥入口 例如珠珠這些 它的主要成分是流化控 有毒的 所以美國亞這些是不准入口的 但其實他們 因為我們中國根本 是未將這些中藥去理清清楚 它的藥用機制 而令到外國人不清晰它的肌理 就好像比例 例如披霜 披霜其實都是一種很劇毒的傳統中藥 但近幾年就發現 它有抗治療白血病的功效 其實這也是很好的例子 去指出 其實珠珠可能也有同樣的道理 因為它的披霜 其實只不過是 用它的毒性 去毒死那個 引致白血病的細胞的凋亡 令到有一個治療的功效 所以其實有毒不代表它沒有藥用 所以其實應該是更多的科學家 或者未來更多的學者 一起去研究 除了珠珠以外的中藥 每一樣將它的成分 或者作用 理清之後 其實可以令更多人去接受它 以及可以給更多國外的人民 去服用這些中藥 有用的藥物 上年的成績 只有一個二等獎 所以今年我就想 因為我去年也是研究珠珠的 今年的感覺好像比較高層次了 就有些期望可以拿到一等獎 結果如我所料就是拿到一等獎 但很意外的就是拿了兩個專項獎 和一個科協主席獎 因為科協主席獎 其實全場只有三個人可以擁有這個獎項 這感覺應該算是今次比賽中 比較最高的榮譽 因為我一開始聽的時候 就是上海、福建 亦都沒有想過第三個就是自己 所以其實是比較 那種感覺有點複雜 又有點驚奇 其實我想多謝 協助我們做實驗的澳門大學的 Dr. Lee 還有一個研究生 黃英 以及一直支持我們的指導老師 林啟興老師 幫我們一起去 因為我那份報是用英文寫的 也要多謝輔導我們英文的老師 Alan Sir 也要多謝家人的支持 因為他沒有貴責過 即是說我們這麼晚都這麼晚回家 也很支持我去做這件事 所以其實都很感謝他們 那反而我的作品最主要 都是要多謝我的指導老師 劉顧雅老師 他一直以來是給了很多機會 還有給了很多指導給我 然後令我可以在這方面有發展 那之後另外呢 也要多謝我家人 因為之前好像做這麼多 我之前有時做過作品 可能都要做到晚上十二點多 因為我是培政中學 培政中學那邊 我家裡就是肚子的 通常都是要爸爸晚上三間半夜 就開車過來 載我回去 真的要多謝他一直以來 他這麼支持我 支持我 其實都很感謝我 到這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